中奖了 但是去对奖的时候发现超时了 这事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有一位老的爬友 最近是在朋友圈抽奖 中了 应该这个爬友运气是算不错的 经常中奖好像 但是去对奖的时候呢 这个商家就说已经截止活动了 规则上规定是中午 爬友找到商家呢 已经是晚上了 让爬友下次再参与 这次实在是很可惜 我不知道这件事大家怎么看吧 我们来看一下原帖的留言啊 有说楼主经常中奖 希望可以分点欧气 还有的人呢表示 像这种商家抽奖 基本上就是为了赚下流量 赚上人气 拉一拉客户 老在繁殖记呢都挣点钱 还有的爬友亮出自己的中奖记录 也是有作废的情况发生 其实这种事 作为我们消费者和爬友都可以理解 但是你搞活动嘛 做商人不能太吝啬对不对 你看这次做了活动 又被人挂到贴吧里面 这不又有了反效果了吗 希望商家都可以大气一点吧 这次视频就说这样了 再见了 拜拜